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来到诗说 我们这一讲谈一谈如何用艺术的方法治懒 因为治懒实际上就是等于我以前所说的治胃病 就是病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下手解决源头的问题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扁鹊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扁鹊医术特别高明 有一次扁鹊给人治好了疑难杂症 这病人的家属是公爵 他就问扁鹊 听说你们家有哥仨 你的医术这么好 你大哥二哥据说也是行医的 他们俩怎么样了 扁鹊说 我大哥的医术排第一 我二哥的医术排第二 我只能排第三 这个公爵就很奇怪 那为什么天下扬名的是你 我们不知道你大哥你二哥 他说起来是这样的 因为我大哥是治胃病的 就是当这个人还没生病的时候 我大哥就发现出了他会有生病的苗头 这时候就开始给他治了 也就是说 把病扼杀在没生当中 还不说摇篮 没生的 那你想我大哥经常这么给人治病 人病都没发出来 你说谁记住我大哥呢 但我大哥就有这样的医术 一看你这人 其实你没病就告诉你 可能会发生什么病 然后给你治疗 我二哥呢 他是这样 当人发小病的时候 还没变成大病 他就能把这小病怎么样 叫扼杀在摇篮当中 不等你酿成大病 所以我二哥给人感觉到 光能治小病 我呀 因为没我大哥和二哥那本事 都病发了以后 病已经很严重了 我呢 动刀动针 看起来 哎呦 我挺有医术 而且这个人马上快死了 我给治好了 于是人觉得 我挺厉害 实际上我远远比不过 我的二哥和大哥 但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由于我能治这种病 所以我名声在外 我说这故事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 就是你如果懂得艺术医疗 你用艺术医疗的方法 去治胃病 去解决人生的小病 让小病不会酿成大病 我们前面讲过 蓝是万病之源 蓝他到底有什么害处 就根据我前面讲的 这个度的角度来看呢 蓝肯定是欠 欠的什么呢 欠的是体动 长时间欠体动 就会把你的身体平衡给破坏掉 当然这是第一个害处 或者说是总的害处 那么假如这个人 懒得讲卫生 那肯定容易得肠胃疾病 这个人懒得增减衣服 那这个人容易得呼吸道方面的疾病 那么这个人懒得运动 就是我主要 这个运动主要是指体动 体育运动 那么这个人 得的病就可能会多一些 比如说糖尿病 比如心脏病 比如高血压 等等 所以说我们要想治胃病 要想把很多疾病扼杀在摇篮当中 不让它萌发 那么就要找到这些病的源头 病的源头就是懒 如果把这人的懒的毛病给改掉了 这个人很勤 这个人就不容易得病 以上赵志明老师再三强调 懒是万病之源 要想不生病 必须克服懒多的毛病 看到这 我们不仅要问 人类懒多的毛病 究竟从何而来呢 我们来现在探讨原因 经过我的研究 我发现人在四种状态下不懒 第一种状态是远古时代 第二种状态是吃和睡 人不懒 第三种状态 就是人被疾病威胁 不懒 第四种状态 就是对这事有兴趣 那么我们下面挨个说 说远古 远古人为什么不懒呢 其实人懒是人的惰性 就像刚才我讲课之前 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我就是懒 这是人的惰性 没办法 那远古 我们想想 那时候的生产能力很低下 你要想混饱了 你得每天得奔跑 而且你得有力量 要投掷 愣不好 投不准 跑不快 这野兽 你打不着你的挨饿 所以就为了满足自己的温饱 每天得进行大量的体动 你包括女子也是 女子采集 那时候还没有种植业的时候 采集也是每天要体动的 再加上 生存环境那么恶劣 有许多比人更凶猛的野兽 那当狼来了 当虎来了 你不得奔跑 你不奔跑 就成了他们 府中的食物了 所以说在远古的时候 人为了生存 为了满足自己的温饱 大部分人都得体动 不懒 环境逼的 那么第二种 吃喝睡 这我就不解释了 说第三种 病 当这个人很懒 突然生病了 而病折磨的他 要想解除病痛 比如说医生给开的方子 就像以前我举的孙思淼的例子 给开的方子 就是每天去上山 闻花香 他为了解决自己的病痛 也是外在逼着的 必须得体动 第四种 兴趣 当人有兴趣做一件事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看孩子 踢球 小女孩玩 跳皮筋 紧人俱重 他有兴趣 怎么样 他每天 自动的要做这事 不用人逼 甚至家长得逼着 回来吃饭 那么 这四种方式 我刚才说 包括远古 人都有体动 那么我刚才说了 远古 和由于病 还有于兴趣 都有体动 现代的这种科学技术 水平的提高 造成了大部分人 都懒了 因为你不需要动体 你就能获得 你的生活所必须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就要设计出一种办法 来解决 这懒的问题 体育运动 看起来 好像是 跟我们人 没功力 其实功力极大 功力性极大 它就是满足你 在现在条件好的情况下 让你人 每天体动达到一定的程度 来解决 你的体动 跟脑洞 让我讲话 就你的阳洞 跟阴洞 达到一种平衡 你人 才不会生病 所以 这就是我回答 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要强调体动 而且讲秦志兰 主要讲的就是体动 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 现代人出门有汽车 吃饭有饭店 有外卖 再也不用 用生命安全和赖以生存的食物分吗 但有变蓝所引发的一系列疾病 却在威胁人类的健康 那么 艺术如何能治蓝呢 这是我治疗的一个个案 这个人呢 特别懒 早晨睡懒觉 从来不体育锻炼 饭呢 早晨也懒得吃 经常二合一 他有一句名言 叫我好吃懒做照样活 我当时也劝他 我说你为了以后想 你如果要想健康 你要长寿 你必须得体育锻炼 就是讲体动 他根本不听这套 后来我想劝不成 他没有这种愿望 那就只能等待机会了 这个机会是什么呢 机会就是病 结果他到了四十多岁以后 身体出现问题了 四种病 交加 第一个病 胆结石 还做了手术 胆结石原因 我们想应该治 因为他老不吃早饭 高血压 偏头疼 糖尿病 心脏还不太好 那么他有这么多病 聚在一块 你说是看哪个呢 所有的病都看 给开的药 我们都知道 这些药不能把所有的病都解决 而且有些药怎么样 是冲突的 治心脏病 治心脏病的药 可能什么呢 可能对糖尿病就有害 治糖尿病的药 可能对什么 对胆结石就有害 这个时候 他也知道吃那么多药 就是看了好多年也不好 我才给他提供一个方子 我说你跳舞吧 我们都知道 有病乱投医 因为他其他方式治不好了 这时候就信我这话了 再加上以前 我老劝他断裂身体 确实他没有这种耐心 和这种兴趣 去散步 去跑步 去游泳 跳舞 进入了一个中老年的集团 跟他们一块 每天跳舞 一年之后 这些病 全消失了 当然他那胆结石 是先做了手术 把这个结石给取出来了 全消失了 而且还给他身体 带来什么好处呢 因为他现在 已经是五十多岁了 五十多岁 你想过去 是那么多病 缠身的一个人 现在走路轻盈的很 而且一踢腿 腿 小尖能过脑袋 这就是 跳舞 给他带来的好处 当然除了跳舞 我还给推荐了其他的方式 当然咱们讲的主要是智懒 就是跳舞 确实解决了 他这个懒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老说 用跳舞是智懒的第一妙法 首先我们知道 人要想保证健康 必须得有体动 就身体运动 每天 那跳舞呢 是有体育运动 但跳舞的体育运动 跟你散步 它区别在哪呢 就是有好听的音乐伴奏 好听的音乐伴奏 它会刺激你大脑 分泌出一种快乐素 你觉得会特别愉快 你觉得我做这个运动 特别愉快 不是纯粹的一种消耗自己 纯粹的折磨自己 纯粹的练义力 我是在享受 这是第一 第二 往往我们看 现在在公园里跳舞 很少是一个人 是聚重 当一些人聚重 他会释放出一种态 我在以前讲过 这个态是正态 对人的身体健康 是有好处的 第三 就是经常跳舞 会让人的身体行动协调 也就有好的舞姿 好的舞姿 别人看起来好看 别人称赞 对自己是很好的鼓励 同时自己的舞姿好 自己对自己怎么样呢 也是一个鼓励 那么有了这几种好处 当人在跳舞的过程当中 沉浸在艺术的审美享受当中 脑袋里的仇事怎么样 就都抛在脑后了 本来这些仇事会让你焦虑 焦虑时间长了 自然会让你生病 我跳舞 我体动 同时我有精神愉快 我就不焦虑了 我高高兴兴的 所以呢 他在智卵的同时 也解除了你一些的病痛 除了跳舞 在我智懒的方子当中呢 还有一些方子 但不具有普遍性 你看因为我是老师 我在我们学校开利门课 人像摄影 那么我这学生当中 其中有一个就特别懒 他也表示想智这个懒 但总是没有毅力 但他确实特别喜欢美术 喜欢摄影 我给他开的方子是什么呢 就是每天早晨 清晨到玉元坛去找我 我教他摄影 当然我这个理由呢 很简单 就说只有早晨 人少 比如说 玉元坛公园 三月底的时候 早晨 你要想拍樱花 那是最好的时间 所以他每天早晨 要到玉元坛 跟我会面 去学照相 其实这个摄影是个影子 是让他养成一个 早起的习惯 智懒 当他把这套都学会了以后 我又跟他讲 如果你要想拍出最好的片子 你就应该去到别人走不到的地方 那别人走不到 你一走 那肯定你有体动 这是一个比较有用的方法 但不具有普遍性 后来他的懒的问题解决了 那么还有一个方式呢 我尝试过很多次 我觉得特别有效 就是主要是解决孩子问题 由于现在家庭中 独生子民比较多 而这些从小换来张口 依赖身手的孩子们 急一养成懒惰的毛病 那么赵世民老师 有什么好方法 能解决这一问题呢 有时候家长 我觉得这孩子那么懒 怎么办 尤其是独生子女 有时候经常 这个假期 让我组织孩子的一个训练营 或叫夏令营什么的 我把孩子们组织起来 进行游戏 这些游戏呢 都是室外的 比如说 特别传统的工程 有一些个肢体的搏斗 但是他不会受伤 还有的征皇帝 征皇帝 拿砖头扔砖头 还有壮拐 也有人叫斗鸡 还有骑马打仗 就一个人背着一个人 分成两拨 都是这种 带有攻击性的这种游戏 但不会伤着孩子 女孩子呢 像有跳皮筋 砍包 丢手绢 大家都知道 那组织孩子们玩这些游戏 那我经过这样的训练 孩子们这一个周期过去 家长们都反应 哎呀 我们家孩子勤快了 自己知道洗自己的小手绢 不是小手 自己知道洗自己的小衣物了 比如说袜子呀 而且我家孩子知道 每天扫地了 而且每天清晨知道 自动出去需要断裂身体了 我这效果比较好 那么经过这几期的这种训练 我们知道这个游戏实际上也是艺术的一种方式 经过这几期的训练 我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传统的过去的游戏 跟现代游戏有特别大的区别 第一个区别 就是现代的一些游戏 高科技游戏 大部分在室内 电脑跟前 而传统的呢 我刚才说的就是室外 第二 现在这高科技游戏竟是个人 我这传统是剧重 剧重跟个人的小伙子完全不一样 因为互相能够吸收态 而且它有一种竞争性 有一种团队 协作的精神 第三 现代游戏呢 大部分动脑 顶多动动手 哪怕是打仗 也是虚拟 而我这个游戏呢 也是真的 真凭你的体力 比如说玩这个官兵捉贼 你体力好 你跑得远 跑得快 你就不会被逮着 不会被罚 再有 现代游戏 高科技嘛 费钱 传统游戏 不费钱 很省钱 所以我特别希望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 尤其是家长 能不能就把我们 就我们家长这年代的人 孩童时候的游戏 重新捡回来 让我们的孩子 剧重一块 也去玩这样的游戏 既锻炼了他们的身体 又治了他们的懒 还培养了他们的团结 协作能力 所以我讲 人要想保证自己的身心平衡 包括你的灵魂和肉体 都平衡的话 一定要有体动 我把体动称为阳动 我们再举个例子 我们刚才讲 体动 它实际能够调控你的内脏 能调控你的内脏系统 体动它还有功能 就能够促进你的思维 体动怎么能促进思维 我在二十多年前在研究 因为二十多年前我是运动员 我在研究这个问题 为什么运动员比平常人聪明 很多人不这么认为 很多人认为运动员是五大三粗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但实际上 这是指人的接受的信息 运动员比平常人可能要少 现在他笨一些 但作为能力 非常强 你比如说 咱举个特别简单 你知道邓亚平运动员 邓亚平现在会好几种语言 对吧 而且他已经读到博士了 而且还是工商 是吧 非常聪明 因为我做运动员就发现 同一件事情 让运动员做和非运动员做 运动员做的肯定 比非运动员做的要快 哪怕就是玩技力 背条例 如果当兵是背条例 那也是做过运动员的 背的 比没做运动员的 背的要快 说明什么呢 他的硬件是特别好 那么后来我在看 有一个心理学家 叫皮雅杰的著作 我发现 他说过这么一句话 什么是思维呢 思维是行动的内化 也就是说你外在的行为方式 行动越协调 你内在的思维结构 也就协调 这是指的硬件 你有这么好的硬件 那接受软件 那当然方便多了 所以说体动 还能促进你的思维 再有体动 还能够培养你的意志 我刚才说智蓝 智蓝实际最重要的 就是培养我们的品质 就是意志 假如你这个人有意志 什么事都难不倒你 培养意志 培养毅力 最好的方法 就是体动 如果我们把体动 再结合艺术的方式 像我刚才讲的 比如说用舞蹈的方式 比如说用游戏的方式 那么我想人们体动 再加上他的脑洞 阴阳平衡 人的身心平衡 这个时候就万病不生 谢谢朋友们收看 再见 这一集中 赵世民老师讲解了 现代人懒惰的成衣 以及一些治疗懒惰的 艺术方法 使我们明白了 要想远离疾病 必须克服懒惰的毛病 另外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往往深陷 阴影 久影 网瘾中不能自拔 那么 如何用艺术的方法 切除这些不良嗜好的 请请关注下集 艺术健身法 借不良嗜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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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